因为喜欢业余写点东西 我已经买过很多无聊的设备 买过King Jim的Pomera和Portabook 前者虽然接近完美 但是只能打英文、日文 所以目前这段暂时用不上 后者在一台新闻地下的电脑里 将有一个大程度不起的机 至于现在也挺传 我买这些设备 是希望能找到一台机器 能让我在打中文的时候 干不了太多别的 因为过去读书的经验 只要我在电脑前 就有可能随便上网 看别的无聊的东西 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虽然现在年税见长 这个问题逐渐消解 但也不能说我完全能够克服 有些电脑上的软件 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 比如我直接做过视频的 Cold Turkey Writer 但跟真的能找到 一台这样的产品 也太一样 除了曾经过年遇穿 可能可以打中文的freeride 不过在看过B站上的评测 以后也放弃了 Remarkable 2也打不了中文 这时不知道在哪里看见 有人推送这款叫做文石产品的评测 看起来除了是用电子墨水瓶这一点 我还是很满足我的要求 不喜欢这种墨水瓶是因为我的POMERA也是用的一印 打字起来总感觉有点拖沓 其他电子纸设备我也有很多 除了那台Kingjin 以前买过索尼电子纸阅读器 还有三台Kindle 我拿到的这台其实是开箱的 不能算是全新 因为全新的我们这里大概要5000块 开箱的便宜很多 所以打开的时候已经看起来有点使用痕迹 我知道他们最近刚出来一个彩色墨水瓶的新平板 不过我的诉求就是抗干扰 所以才特登买了黑白墨水瓶的信号 虽然今年年初才出来的样子正好也便宜了 我好像也没送我手鞋笔 不过无所谓 我另外买了一个原装的键盘搭配 打开机器 我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安卓平板 虽然可能因为屏幕是墨水瓶 所以比较卡 当然机器本身也不是很强大 安装了我平时会用的打字和看书的软件 全部都运行良好 只是比较卡 最关键的是确实可以打中文 而且打字的时候可能还可以 也许我只是不喜欢它自带的这个又贵 又感觉不是很结实的键盘保护套 屏幕显示效果可以 还有背光 只是因为大部分软件对这个平板都没有特别优化 所以本来是产透的软件 但是它们看起来是灰阶 感觉有点奇怪 它自带的阅读软件看起来最正常 下上传输也挺方便 没有试过它的扫描功能 因为我应该不需要用 没有送我手机笔 所以我没有试过的什么写字 从目前打字的速度来看 我感觉应该七八成满足了我需要 等我在长期使用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